余正说 娱乐圈里帅哥的女朋友都很厉害 美女的男朋友都很渣 所以最佳选择是 智者不入爱河 不得不说 这番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娱乐圈的一个奇怪现象 不少女星在离婚分手之后 反而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那些情场失忆之后 反而过得更好的女明星们 张天爱 名不见经传的徐开成 竟然渣了两个知名女星 之前有媒体拍到过 徐开成出入古丽娜扎家 疑似两人在谈恋爱 25日张天爱就放出了录音 把徐开成垂成了渣男 更有网友爆出 之前红毯上张天爱在人群中擦眼泪 是因为看到了徐开成 而在张天爱发布录音之后 品牌坊也发微博力挺 萨姐姐独自美丽 遇见渣男也是很糟心的事情 不过能从渣男身边冲身 马上回归事业 也算是在挫折中成长了 也许就像杨丽说的那样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 她都是先是被抛弃 被伤害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又漂亮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我男朋友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呀 姐你好日子在后悔 2016年刘凯薇在拍摄《猛荒记》时 和女演员王欧的夜光剧本事件 震惊了娱乐圈 一时激起千层浪 有的认为演员讨论剧本没什么大不了 也有的人说 刘凯薇是已婚 她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与女演员保持距离 而此时在飞机上去参加活动的杨幂 还完全不知情 等到下飞机时 等待她的就是记者们无休止的追问 虽然事后当事人刘凯薇和王欧都进行了否认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之后也没有和杨幂在活动上合体过了 但是反观此时的杨幂 一心搞事业 电视剧 电影 综艺 多个领域都有发展 在奇葩说中 杨幂的霸气发言 更是为她赢得了众人的喝彩 当主持人马都问道 杨幂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而杨幂则回答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如果他把你当人脉 你会帮他吗 不吧 吴倩 今年情人节当天 吴倩晒出了自己和女儿的合照 佩文写着 单身姑娘们的情人节约会 随后张雨剑也发文回应 二人确实离婚 对于他俩离婚 网友们倒是一边倒的祝贺 毕竟张雨剑已经结婚有孩子 却在节目里立单身人设 被网友爆料之后的回应 也是阴阳怪气 全程没有正经八百 其一句无前 就一个他妈 咋的 孩子他妈不配拥有一个姓名啊 明星隐婚生子可以理解 但究竟是为了保护家人 还是为了自己逃避责任 恐怕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离开了张雨剑的吴倩 好像越活越年轻 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微博的近照也是笑容甜美 元气满满 状态好的就好像女大学生一样 毛小彤 相比前几位姐妹 毛小彤就显得人质易尽 又当机立断 一开始和陈翔分手的时候 并没有撕破脸 可惜的是 分手多年 仍然不时被对方有意无意的内涵 毛小彤彻底忍无可忍 直接亮出当年事发经过的录音 狠狠打脸两个当事人 而毛小彤早已从这个泥潭里冲身 事业上也是稳步发展 接连拍了多部影视作品 三十而已 乔家的儿女 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妥妥收获了一波观众好感度 有意思的是 当年舆论漩涡中的另一位女性江凯头 在这次张天爱分手事件中 还试图自证清白 虽然我们平时老在调侃 智者不入爱河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 是坠入爱河时保持的理智 和随时离开爱河的勇气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